Hello 大家好,我是Jason 耀机师 近几年来呢,存取有越来越多电子烟相关的废损伤案例 英文简称EVALI 那最近呢,我国卫生部也提交了有关GEG Generational Endgame的烟草法案 来规定从2007年出生的年轻一代 不可以拥有或使用任何的烟草产品 包括电子烟 那问题来了 你说香烟应该被禁止都可以理解对吧 它不仅致癌,又会导致心脏病,肺病等等 可是,电子烟不是用来戒烟的吗? 怎么也要被禁止呢? 今天就来搞清楚,到底电子烟对身体危害大吗? 跟传统香烟又有什么区别呢? 单从成分来看,电子烟的危害肯定比传统香烟小 因为电子烟少了烟草、胶油 传统香烟里的胶油呢,燃烧时会释放100种有害物质 还有很多明星级别的致癌物 比如亚酵胺、甲醛 那这时候有人会说 太好了,我抽的是电子烟可以放心的 非也非也 电子烟虽然没有胶油,但有烟油 它的原理呢,是将这个烟油通过电流加热来物化 变成蒸汽 可是吸入体内呢,也会产生甲醛等有害物质 只是种类和含量比较少 电子烟带来的问题呢,可不止这些 它的成瘾性才是问题的关键 这时候有人会反驳说 诶,乱讲 电子烟哪里会上瘾哦 电子烟有个学名叫 Electronic Nicotine Delivery System 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 从明治就跟你说了 它有尼古丁 有尼古丁就有可能会上瘾啊 其实电子烟用来戒烟呢 里头是需要一点尼古丁 来帮助烟民在戒烟的过程 能用它来减轻尼古丁成瘾和阶段症状 让它们更容易的去彻底戒烟 所以电子烟确实能帮助吸烟者戒烟 但我必须强调 它不适合那些没抽过烟的人 可能试一试,就上瘾了 再加上很多国家 包括马来西亚 还没有对电子烟有严格的监管 根据市场调查呢 发现电子烟标记的尼古丁含量 和实际含量差别很大哦 有的标记是2% 实际上是6% 有的甚至都没有贴标签 说里头有尼古丁 所以就好像抽奖开盲盒一样 你吸的电子烟危害有没有更高 完全看命 电子烟呢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伪装 它不像第一次抽香烟的时候 会呛 所以不会那么排斥 再来就是它的水果味 比如草莓味啊 蓝莓味啊 吸引了很多从来不吸烟的人 有数据显示 70%青少年吸电子烟的是因为 电子烟有他们喜欢的香味 这些香味添加剂呢 也是有风险 会造成气管炎等等的肺部疾病 更不用说它里头还有刚才我提到的有害物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二手电子烟 我们都知道传统香烟的二手烟是有害的 而且我们还会排斥那个二手烟味 因为它难闻嘛 橡皮 那二手电子烟其实也是有害的 里头一样也有尼古丁 致癌物 甚至还有重金属 但可怕的是二手电子烟不嗆 有些甚至很好闻 所以就容易让我们忽视了它的危害 还有现在很多年轻人认为抽电子烟是一种Fashion潮流 马来西亚2019年纯国健康调查前是在15-19岁的青少年中 15.6%是吸烟者 其中有7.5%是使用电子烟 是个非常不好的现象 同时还有研究表明这些开始抽电子烟的人 接着去抽传统香烟的可能性也更高 有些人甚至电子烟和香烟两个轮流抽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让人担心的就是含有THC-Oil 一种大麻成分的电子烟 这些THC-Oil电子烟里头的Vitamin E Acetate 就是主要造成肺损伤 Evalid的罪魁祸首 研究发现这种维生素E呢 若是吸进去 比传统生涯更恐怖 能直接病更快的对肺部造成伤害 所以电子烟和香烟 我认为他们造成的伤害都不相上下 只有坏处没有一点好处 香烟和电子烟都不要抽哦 我是Jason你的药剂师 我们下期见